半路夫妻该不该再生一个孩子去闻戏婚姻呢 前天呢有一个女士来找到我 说自己跟丈夫呢是二婚 自己带了一个女儿 丈夫呢带了一个儿子 婚后呢生活呢很平静啊 大家相处的还算是比较客气 但是呢就总是觉得不像一家人 丈夫呢就建议再生一个 可是自己呢已经过了适合生育的那个年纪 而且家里的经济条件呢 照顾三个孩子确实有些勉强 于是呢她就问我该不该答应丈夫的要求 其实呢从他们的合盘来看呀 两人的结合对双方来讲呢都是有利的 经济状况呢也会好一些 所以呢我就告诉这位女士啊 维系婚姻的幸福呢和长久啊 并不是说在于一个共同的孩子 只要是双方有足够的信任和尊重 即使是半路夫妻也可以很恩爱 否则的话就算是有共同的孩子 双方如果缺乏尊重和信任 孩子的存在也只会让彼此更加的痛苦而已